久著CPE日合體 出席喜寒兒公益活動 除了擔任愛心大使 也聊到最近超夯的原子少年 結果竟然出現這種字眼 讓風澤差點崩潰 其實我 我昨天也很問我 我就說我們再走下坡 那就是開個玩笑 其實我們兩個團體的屬性 老實講也不太一樣 我們都是很欣賞原子少年 不管是哪一個新系的 那接下來有沒有機會 原子少年 有 我們有在討論 就做原子中年的 這個 沒有 可是其實我們真的有 有想過這件事情 可是如果 就這一切就交給命運 如果黨籍能夠的話 當然我們當然是希望 因為看到他們 那麼有青春活力 我也會被感染 希望現在有這個機會這樣子 講這樣怎麼好的 大年了自己 我現在還OK 年紀很久了 其實嚴格來說 我可能還比他們大10歲 是真的 10歲以上 但 這題就留在這吧 就看 可能太不像在這 叔叔嗎 不可能叔叔吧 是不是太誇張了吧 沒有啦 我沒有什麼歌 我覺得大家都是一起玩音樂 我自己是這麼想 而鳳哲離開狼人殺 主持群的主音 他也現場親自跟大家說明白 主要其實是保護桑音 幾個月前在錄歌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的聲音 有一點在變 然後因為在主持人一直 難免會很激動 然後一直大吼大叫 然後因為應該是說長期的累積吧 所以我希望目前是我要想要把我的聲音慢慢的調適好 我就想說你當嘉賓就會比較適合 你就一直不用那麼的嗨 那風格簡直又哭 哭喔 哭三天 什麼東西 沒有沒有哭 因為我還是看到他 沒有沒有開玩笑 沒有因為我們 我們私底下也都會聯絡或什麼 他又不是回新加坡 只是我在 他有時候還是會去當嘉賓 說我還是遇得到他 還好啦 真的還好啦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